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 让观众们体验了一场场惊险刺激的冒险 为剧中的人物捷克船长威尔杜娜 伊丽莎白等人的命运而担心 欢呼 感动 其实 这些电影中的海盗人物并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 在几百年前的加勒比海域曾经出现过一批海盗 他们以掠夺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商船为生 在这些海盗中 甚至还有一些女性 历史上真实的加勒比海盗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5世纪末 热纳亚人哥伦布率领船队抵达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 它属于巴哈马群岛一部分 这次航行开启了西班牙的殖民时代 西班牙人从美洲当地夺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和珍贵物品 为了把这些财富运回欧洲 他们成立了西班牙珍宝船队负责运输 船上的宝物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垂险 特别是英国 法国和荷兰 珍宝船队由军舰护航 固定往来于西班牙本土和各殖民地之间 它有两支船队 一支是从西班牙出发 前往美洲 叫做加勒比船队 另一支是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海岸 叫做马尼拉船队 马尼拉船队把货物运到墨西哥西海岸后 再转运到加勒比船队 把货物一起带回西班牙 当时的西班牙海军实力很强 欧洲的其他国家想打珍宝船队的主意 却又不敢与西班牙海军正面交锋 他们就暗中支持海盗 在加勒比海上劫掠商船 而西班牙的珍宝船队 就成了这些海盗眼中的肥肉 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 颁布过一种特殊的文件 叫做撕掠为人状 有了他的人可以抢劫任何敌船 只要不打劫本国船只 就无需担心法律的制裁 被俘后 他们被认定为战俘 而不是海盗 撕掠者像海盗 但是他们不仅仅为自己而战 虽然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战利品 作为他们冒险的回报 但要上交部分财富给国家 英国 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 给一些撕掠者颁发为认状 让他们去抢劫西班牙的商船和港口 有传言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暗中支持弗朗西斯·德雷克船长 对西班牙船制的细节 但是她自己从未承认过 海盗从16世纪初 就开始针对来往美洲的商船 加勒比海成了他们最理想的伏击地点 之所以如此 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加勒比海的南面 是南美洲的北部海岸线 西部是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等中美洲国家 北方是墨西哥湾 包括著名的百慕大三角 东边是小安地列斯群岛 不论是南北美洲之间 还是欧洲 非洲和亚洲来美洲的海上运输 都是以加勒比地区作为中转 该地区成为贸易枢纽 另外 加勒比海还有无数的岛礁 这样的地形便与海盗伏击 逃跑和藏匿 加勒比海盗的船只 一般是单围帆船或纵帆船 轻巧灵活 能在潜水中自由穿梭 速度比商船或军舰要快 海盗船上装有数量不一的舰炮 至于海盗个人一般装备的是弯刀 手枪或火枪 劫律是 他们尽量不发生战斗 因为那意味着有人员伤亡 或者船只的损伤 海盗们善于伪装和诱骗 常常悬挂商船的旗帜 等到靠近时才换上自己的海盗旗 这些旗帜就是他们的恐怖武器 许多时候能让人不战而降 从1650年至1730年这80年 被称为海盗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 海盗活动前所未有的活跃 出现了很多令人闻风丧大的传奇人物 电影《加勒比海盗》 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 将海盗的冒险生涯 展现在观众面前 黄金时代分为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第一个时期是思虐者时期 时间从1650年到1680年 这一时的海盗主要由英国 法国 荷兰的撕掠者组成 他们以亚买加和托尔图加为基地 进行海上截掠 代表人物是亨利摩根 英国于1655年 从西班牙手里夺走亚买加 亚买加的英国人 给海盗发放撕掠为人状 让他们扩大截掠活动 而亚买加的皇家港 便是海盗们倒卖战立体的主要地方 他们可以在那里卖出更高的价钱 皇家港成为了撕掠船的家园 最兴旺的时候 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海盗来交易赃物 1660年 法国人控制了海地北海岸外的托尔图加岛 他们对海盗在岛上的活动完全不干涉 托尔图加的法国总督 也给海盗发放撕掠为认状 鼓励袭击商船的活动 托尔图加岛接下来几十年 都是海盗的据点 可以持证抢劫 劫掠者的活动更加无所顾忌 亨利·摩根是这个时期 撕掠者的代表人物 他劫掠的经典之作是对巴拿马的喜劫 1671年 他率领一支 在有一星四百名英法撕掠者的船队 仅供西班牙人的城镇巴拿马 船队摧毁了这个城市 并把它洗劫一空 他们所获得的战利品十分丰厚 因为持证 撕掠者一般不会像真正的海盗 最后走投无路 就比如亨利·摩根 他后来被封为爵士 并担任了亚买加总督 17世纪末 到了第二个时期 巡游者时期 这时 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殖民地 被过度抢掠 财富都炸干了 皇家港这个交易市场 也被地震破坏 加勒比总督 不再随便颁发截略为人状 这里对海盗 没这么有吸引力了 部分海盗把目光转向了印度洋 从加勒比海出发 他们沿着非洲的海岸线 绕过非洲的豪旺角 然后去到印度洋和红海等地 目标是穆斯林河东 印度公司的商船 海盗们都喜欢 丝绸和印花布等贵重商品 而且印度洋上 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海军 杰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容易得多 这让向亨利 埃弗里这样的海盗 便有了机会 英格兰人 亨利埃弗里 人称海贼王 他的杰作是在1695年 抢劫了一艘 叫做干吉萨瓦伊的船 这艘船 是印度莫沃尔帝国 派往卖家朝圣的运输船 上面装满了 价值约60万英镑的 各种金银珠宝 约等于现在的1亿英镑 这让埃弗里 成为了最富有的海盗之一 但这是严重影响了 英国和莫沃尔帝国的关系 事后 英国发布巨额宣赏 全球追捕他 埃弗里最终成功 躲过英国的通缉 销声匿迹 是极少数 没有被捉拿的海盗船长之一 1713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结束 加勒比海的贸易再次繁荣 海盗再次聚集到这里 这就是第三个时期 一个真正的加勒比海盗的黄金期 在18世纪初 跨大西洋贸易 是大西洋航线前所未有的繁荣 欧洲人带着各种工业品 去非洲换奴隶 然后把它们运到美洲 卖给种植园主 再从那里收购糖 烟草和可可等商品 再运回欧洲 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 这样的贸易 引来了海盗的规律 乌德勒之合约签订后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实现和平 许多海员和撕掠者丢掉了工作 为了升级转行为真正的海盗 他们开始无差别攻击 及掠夺各国的商船和殖民地 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海盗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 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比如黑巴特 黑胡子 以及安妮 邦尼等等 1715年 一支西班牙珍宝船队从古巴的哈瓦那起航 准备把再满的金银珠宝运回西班牙 这支船队在佛罗里达海岸遇上了风暴 11艘商船沉入海底 消息传到了亚买加 一群曾是撕掠者的英国海盗闻风而动 领头的叫亨利 詹宁斯 还有一些海盗界的传奇人物 如查尔斯 范恩 本杰明 霍尼哥德 詹宁斯率领三艘海盗船 直扑佛罗里达 他们打算抢劫西班牙打捞队和其他打捞船 海盗吐袭了西班牙人在岸上的临时营地 夺走了从沉船上打捞上来的财物 这是詹宁斯第一次有记录的海盗行为 也开启了一个海盗狂欢的时代 各路海盗纷纷出动 各显神通 黑胡子爱德华 帝奇是海盗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 外号来源于他浓密的黑色胡须 黑胡子是英格兰人 以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东海岸的恐怖行径而闻名 他的海盗生涯大约持续了两年 期间袭击了许多商船和沿海城镇 甚至封锁过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港口 勒索当地的官员 最终在1718年 他在奥克拉科克岛附近 与英国海军的莱姆号及珍珠号遭遇 发生了激烈的海战 黑胡子在肉搏战中 被英军指挥官梅纳德中尉及布下几笔 另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安妮·伯尼 她是一个律师的私生女 出生在爱尔兰 十几岁时与一名船员私奔 并搬到了巴哈马的纳骚 在这里 她遇见了另一位著名的海盗船长 被称为白棉布杰克的约翰·拉克姆 被拉克姆吸引 抛弃了自己的丈夫 跟拉克姆上了海盗船 女扮男装当起了海盗 安妮跟随拉克姆出海 和其他海盗一样 参与了许多掠夺和战斗 1720年 安妮被捕入狱 当时她所在的海盗船 被英国海军雪橇号发现 船员大多喝醉 放弃抵抗 只有邦尼和另一名女海盗 坚持战斗 寡不敌众 最终被俘虏 安妮被判死刑 在狱中她怀孕了 因此暂时免于执行 安妮后来的结果不得而知 有说法 她父亲将她从监狱中保释出来 并把她带回美国的查尔斯镇 巴塞洛谋 罗伯茨 由称黑巴特 活跃于1719年 至1722年的大西洋 和加勒比海 被认为是历史上 最成功的海盗之一 据估计 她整个海盗生涯 掠夺了超过400艘船 罗伯茨是威尔士人 原在商船上工作 有一次 她工作的商船被海盗截掠 她被俘后 加入了海盗 后来 罗伯茨被选为船长 开展了一系列的掠夺行动 攻击了加勒比海 北美等各种目标 她还制定了一套规则 规范了海盗们的行为和分赃方式 1722年 罗伯茨在家旁的洛佩斯角附近 遭遇英国海军的燕子号 击战中 她被一颗榴弹击中 当场死亡 船员们按照本人的遗愿 将其遗体抛入海中 罗伯茨的死 标志着海盗黄金时代的衰落 海盗的黄金时代 不能不提一个名字 海盗共和国 它是在1706年到1718年 一群原始撕掠者的海盗 在巴哈玛的拿骚 建立的一个松散联盟 很多著名海盗都在这里待过 比如黑胡子 还有海盗夫妻安妮和拉克姆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只是个用法典来规范海盗行为的地方 这个法典规定 船员可以投票决定 谁来指挥船只和袭击的目标 以及公平的分配战利品等等 1718年 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派人成功地收复拿骚 结束了海盗共和国的存在 加勒比海的海盗越来越猖獗 对海商贸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欧洲战争结束后 英国人腾出手来消灭海盗 它的海军更多地被派往加勒比海 加强巡逻以保障商船的安全和击捕海盗船 欧洲各国还强化了在加勒比海的管制 消灭海盗的藏身地 规范海上贸易和法律 这些措施使得海盗的生存更加困难 1717年 英国宣布一项政策 只要当年在殖民地投降的海盗可以免罪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会被追捕并受法律制裁 同时 英国政府悬赏海盗猎人捉拿这些海盗 同年 英国颁布海盗法 允许将海盗送到殖民地审判 不需要送回英国 许多著名的海盗 在1720年左右这段时间被逮捕和杀死 海盗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加勒比海盗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